小区内停车被飞来的外墙保温层砸坏 搭访把雅各院8号楼 楼顶外墙保温层破坏 外墙保温层破坏 扎到原告的出速运营车上 扯辆档时就停放在自己的扯位上 造成扯顶砸坏和右后侧面剁出刮杀 携伤不成 车主将物业告上法庭 物业公司认为责任不在自己 坚决不予赔偿 业组的注射主体不对 落枪相比 脱落 由质量援引造成的 这块在质保器之内 事情由砍发上及承天上 来承担这个赔偿额 您能不能说一个 您的比如说赔偿方案有吗 如果调解的话 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数额 现在目前 现在开听 天津市虹桥区人民法院 今天依法公开审理 原告郭与被告天津市 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件脱落 坠落 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原告郭某某出租车司机 被告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人 那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扯量维修费3900元 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听运损失2947.34元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称的 事实和理由您简单陈述一下 原告系空调区牙和边叶主 被告系小区物业服务公司 2019年11月18号 搭讽把雅和园8号楼 楼顶外墙保安层破坏 外墙保安层妥落 扎到原告的出租运营车上 扯量档时就停放在自己的扯位上 造成扯顶扎坏和右后侧面剁处刮 原告及时报警 警方被案后告知原告找 物业公司 原告及时联系物业公司代警理 代警理安排保安队长 与原告一起去实法现场拍照 为以后报案 报保险做准备 并表示不管用什么方法 也不会让业足实惠 达到原告的满意 法庭上原告郭先生诉称 2019年11月18号 自己的车停在小区自家的车位上 不料大风把车位旁边8号楼的外墙保温层吹落 砸坏了自己的车 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当日原告将车量送至大方天井 期末有限公司维修总赞进行维修 并只付维修费3900元 原告的车量自2019年11月18号 开始至2019年11月29号修理完毕 共用时11天 原告的车量性质为应运处租车 由于车量受损 导致原告被迫听运 给原告造成的听运损失 合计2947.34元 车量维修完毕后 原告又多次找到被告 歇赏赔偿失忆 被告均于种种理由拖延 至今未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 建议以上情况 被告的行为已经违罚了追处的承诺 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利 原告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 郭先生说 自己的车是出租车 因为修车耽误了生意 所以要求被告某物业公司 赔偿汽车修理费 和停运损失费 共计6800余元 那么被告方能认可 郭先生的诉求吗 被告代理人 您对刚才原告陈述的基本事实是否认可 这个基本事实呢 包括一个是刚才原告陈述的 车辆被砸的时间地点还有原因 这个认可吗 对车辆被砸这个事实没有意义 这个当时它是地点呢 是停放在自己租赁的车位上 然后被8号楼的外墙保温层砸中 这个事实您认可是吗 对 那下面您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 陈述一下答辩意见 首先这个对这个砸死的这个事实 是没有意义 但是我公司认为 业主的诉讼主体不对 因为根据铁人士相关条例 落枪枪体脱落 由质量原因造成的 这块呢 在质保器之内的 是应的由海拔厂及成天上 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诉讼主体 原告就是有问题 根据总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天井市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这个相关规定吧 五面方水 有方水要求的维生件 方件的及外墙面 方散漏 导致起为五年 总算就是不同意 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那就是说您的答辩意见 主要是抗辩的是说认为原告 起诉的主体不适格 您认为应当是开发商 或者是建设方的责任 对 法庭上 被告某物业公司认为 原告郭先生的损失 不应该由自己负责 因为郭先生所住的小区 还没有出保修期 郭先生的损失 应该找开发商负责 下面法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 被告对雅和园八号楼 外墙保温层脱落 造成原告车辆损害 是否存在过错 二 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 是否合理合法 本案为物件脱落 坠落 损害责任纠纷 针对争议焦点一 应当由作为建筑物管理人的被告 承担举证责任 而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 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一般原则 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原告您听清了吗 听了 被告 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那下面呢 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进行法庭调查 并由当事人进行举证执政 首先围绕争议焦点一 进行询问 那么被告 您现在认为 这个主体 不应当是您 这块您有什么事实的依据呢 根据铁令市建设经共 验守备案署 就管于亚核园八号楼 于2017年11月17号 缴绕的实检 及楼体合格的证明 证明就是 亚核园八号楼 于一起年11月才进行露体脚底 证明它是合格产品 但是这出现问题 是物业公司呢 也做到了提前的 就是军事 和防护 就是开险 您认为 第一是认为主体 不适格 应当是开发商 开发商 或者是 建设 就是施工房的责任 然后同时呢 这个是刚才您在答辩中 没有提到的 就是说您认为 您已经进到了管理职责 对 进到了管理职责 对 那这一块也是您的 一个答辩的意见吗 是 那这一块您具体的讲一下 是如何去进到 这个管理的职责 从2016年7月24日 至2019年4月10日 多次 想后对 红烧局部业办 局委会 还有业组委员会 派出所 田领市 红烧局建委 田领市 正大市计 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等相关部门 就是过得哈 管理外向面 有脱落的危险 那也就是说您 认为采取了一些 防止损害发生的这个措施呢 就是给这些各个部门 各个单位去过寒 对 也过了寒了 而且进行了排险 排险是如何实施的 起楼顶下的 下的那个吊篮 进行就是 破雷 就是把这个 就是有危险的 这个排险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是在 2016年以后 数次 而不是一次 数次 对这个外墙 就是有要脱落的 那个隐患的地方 就把它剥离下来 对 还有其他的排险 具体措施吗 排险措施 就是 咱们意识 及时地过寒 上级部门 及时地报告 及时地过寒 进行了排查 进行了就是排险 而且也就是 在大风发送之前 就这个 管一业主 是那个 提到这个发送 就是这个 外墙脱落的 我们也提前 就进行了就是 问信提示 楼道内贴的 就问信提示 法庭上 被告某物业公司 出示的相关文件 证明房子未出保修期 应有开发商负责 同时 他们还出示了 相关的物证照片 证明自己 实施了维修排险 和发函给各相关单位 这些防范措施 那么被告 您针对争议交点一 进行举证吧 证据是 简则是建设 拱城军拱 那个严守被安署 想证明 这个是 2017年 11月17日 军拱严守的 是在这个 那个外包 那个是在五年纸内 未保纸内 就是证明这个 现在发生 脱落的这个建筑物 还在五年的 这岗期内 是吧 对 这是证据一 接下来 证据二 是寒假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对 一共发业 是从2016年 7月24日至2019年 4月10日 就刚才写后 向各个部门 送达的这个寒假 就是想证明 魏宏寺 对这个 对在这个 事法前 事法总和事法后 对这个事情 进行过 享用的 就是上报和 和处理的 魏宏寺 在此次事件当中 做到了就是 引进的职责和义务 原告您针对被告 刚才提交的证据 您逐一地发表 执政意见 可以 对被告所说的 自己已经尽到责任 实施的维修排险等措施 原告郭先生表示 并不认可 这一块 对我来说 他接触 他们不认识的事 作为我们业主 我们也不知情 对这个事实 您认可吗 就是他说 这么多年 发了很多的寒 向各个部门 那我不认可 对真实性 您不认可是吧 因为小曲 这些年特别混乱 就是我这个测试 11月18号 扎里边测 他讲在这个之前 他们进过多次排险 能不能如何 我不认可 另外呢 他再说 警商排险 因为我这个测试 11月18号扎里 我们两个扯 然后到了12月初 又掉下来 又扎了一辆车 那么对于 法庭归纳的 这个争议焦点一 您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吗 争议焦点一 就是说 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 这个焦点 被告 我认为他存在了 那个讲完不倒位的责任 就是相关的书面证据 您这边有需要提交的吗 没有了 下面围绕原告 主张的经济损失 也就是争议焦点二 进行询问 原告您回答一下 法庭的询问 您主张的这个维修费 您说一下具体的依据 什么时间发生的 在哪维修的 花了多少钱 维修一据就是 2019年11月18号 本人把册送到 维修总站进行维修 并支付了维修费 3900元 这个费用都是您本人 到我本人付的 原告围绕维修费用 您有什么证据向法庭提交 维修的费用 有那个维修清单 维修清单 您指的是 听前提交的维修结算单吗 结算单 对明细 还有法票 您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 也就是停运损失 您讲一下具体的依据 还有计算方式 造成停运损失 是依据上一年度 厂除和优证 在港支公园的 平井工资 每日267.94元计算的 这计算了多少天 计算了11天 那么被告您针对 争议交点2 是否还有证据需要提交 没有 没有了啊 双方在事实上 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啊 行 被告呢 我还是一直主张 呃 央网的诉讼主题 呃 现在 啊 说说事实上 还有什么需要讲的吗 没有 下面呢 进行法庭辩论 辩论阶段呢 双方还是围绕着 刚才法庭归纳的 争议焦点 发表各自的法律依据 首先 原告发言 我就对被告提出来的 他进到了什么 拍弦的义务了 我也为他没进到 因为什么 他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从11月18号 杀完 我们主要没过几天 又杀错 再过行 又杀一回车 你连着杀散 就能进到拍弦义务 然后围绕着您的诉讼 请求 然后您简单说说 您的法律依据 郭先生说 他的车被砸中 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事故 小区里已经接连三次 出现了掉落外保温层 砸车的事件 说明物业公司 根本没有进到排险的义务 被告 您发表一下辩论意见 首先依据就是 总和人民共同国 侵权责任法 第85条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 或者其他奢侈 各支物 宣挂物 发生着漏 造成就是一定损失的 所有人 管理人 使用人 在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都要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为此 就是进到了 按照合同约定的 一些个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已经进到了 另外一个就是 2017年11月份 就是咱们才敢拿到 验守备安署 所以还在质保体制内 实案件就是应该由 就是由开发厂和他的那个 凶方来进行 此事件的赔偿作战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 您也可以继续发表辩论意见 这个关于就是 威修这一块 威修这一块呢就是 你像这个外墙面 大面女陀螺这块 得需要动用 大威修之劲 大威修之劲 得需要散战 也有同意 要是我是业主呢 就是不同意 或者那个 三分之二业主 就是不能下来三分之二的 业主不愿承担 就得享受那个责任的 此责任应该由业主来承担 原告您有补充的辩论意见吗 有 对其证据证实性无法确定 证明目的也不应得 事实上被告从未 与业主通报过相关的情况 也从未采取过 所谓的排遣措施 法庭辩论结束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呢 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 主持当事人调解 现在双方当事人 是否同意在法庭的主持之下 进行调解呢 我也可以 考虑调解了 法庭辩论结束后 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调解 被告呢 您看能不能考虑 做一做调解的工作 这个我也得需要考虑考虑 因为就是 原告的诉讼 金额 有点 想要比较好 在双方呢 陈述具体的调解意见之前呢 既然是在法庭的主持之下 进行调解 那法庭呢 先跟双方简单的呢 说两句 也算是作为你们 调解的一个参考意见 因为本案呢 属于一个特殊侵权的案件 对此呢 侵权责任法呢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也就是说 被告 物业公司您这边 作为这个小区建筑物的管理人 如果说 您不能充分的举证证明 您不存在过错 那么呢 就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 结合刚才 听审过程当中 您的举证 以及陈述这些抗辩的意见 那么法庭认为呢 可能并不足以证明 物业公司对这个建筑物呢 已经尽到了一个充分的 维护和管理的职责 虽然呢 刚才您也提到了 在工作当中呢 你们已经发现了 这些安全的隐患 并且呢 也进行了上报 可能这个我相信 这个事实应该是存在的 可能已经向各个部门 去反映这些情况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是确实 作为物业公司这边 可能确实没有最终的 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 一些排险的措施 去防止本案 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 所以呢 法庭认为 对于原告合理合法的损失呢 被告应当是要承担 一个赔偿的责任的 这是从法律的角度 去讲这个事情 但是既然咱们是调解 法庭呢 也是希望双方能够 在这个金额上 去进行一个协商 另外呢 还要向被告进行示名 就是说 您对原告 就即使今天通过调解 您对原告进行了赔偿 但这并不代表 最终就认定了 您就是这次事件的责任人 如果就像您说的 这个事情最终经过认定 确实是开发商也好 建设方也好 如果说最终认定 确实是他们的责任 那么将来 您在对原告进行赔偿之后 是享有向这些责任方 去追偿的一个权利 这个被告您清楚吗 我挺清楚 就是说 不会说因为您 今天对原告进行了赔偿 或者说认可了 对原告的赔偿 就损害了您 所享有的 应有的合法权益 那么既然是调解 那必然是双方 都要做出让步 所以法庭呢 也想跟原告 再啰嗦两句 因为呢 就像您刚才 在陈述这个事实理由的时候 就提到 说当时当天呢 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刮大风 把这个建筑物的保温层 给吹落了 又这么不巧呢 砸到了咱们的这个出租车 当然对这个损害后果 法庭相信 双方都不希望发生 因为这不像普通的侵权案件 普通侵权案件 它肯定是有一方 是有一个主观的故意 但是实际上这个案件 它我相信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不是 那么但是呢 咱们不可否认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 物业公司 他们可能确实存在着管理上的疏忽 可是呢 就说从现实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 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物的外延进行维修 它可能呢 也确确实实存在着 需要和很多部门去协调 最终才能够具体实施的这么一个困难 所以说呢 法庭也希望原告 您呢 作为小区的业主 也能够更多的呢 去体谅物业公司 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实际的困难 然后呢 看能不能就您的这个赔偿的金额 做出一定的让步 您看看您这边 有什么具体的调解意见 或者说什么想法 您都可以跟听说 因为我要是调解的话呢 我可以让点步 这个像这个维修费 我就不能让步了 庭院损失费可以让点 这维修费 行我明白了 被告呢 您看看这个金额上 您同意不同意 或者说您能接受到一个 不同意 接受不了是吗 接受不了 法庭上 原告郭先生做出了让步 但是被告物业公司仍然认为 赔偿的金额较高 不能接受 那原告这边您还能再 还能再让点步吗 让不了 行被告呢 您能 或者说您能不能说一个 您的 比如说赔偿方案有吗 就如果调解的话 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数 现在目前还没有 由于双方分歧较大 最终没能达成调解协议 鉴于双方这个意见分歧也比较大 那法庭呢 就不再占用这个法庭的时间 去做调解的工作 那原告您陈述一下最后意见吧 我就要求那原告送上赔偿的那签署 被告呢 您的最后意见呢 我是那个按照我的答辩的 是法庭考虑答辩的 还是也还是坚持您的答辩意见 就是不同意赔偿是吗 对 那么经过刚才的法庭审理 现在当听宣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5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90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天津市 服务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一次性赔偿原告 车辆维修费3900元 停运损失2947.34元 在决定的时候 一分钟 先准备 celebrated